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個 topic 我之前是拍過的 我想大約半年前左右 就是這個胸瓶記 胸胸相 這一大箱東西 我現在未知道裡面有多少 我想我要剪片的時候才能數到究竟我要說多少 而且這條影片一定長到要分享下集的 我也很肯定的 所以我們事不宜遲就看看我這半年來究竟用了多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我上一條胸瓶記 如果你沒有的話我放一條link在上面 你們可以看上一次 我就說一些不陌生的 就是化妝棉 化妝棉我都沒有改變任何習慣 這一款我早上用 它是可以幫忙帶走一些角質層 所以我覺得它是不錯的 而另外這一款 其實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它會是配合一些比較貴的Toner去用 就可以節省一些Toner 不會太過浪費的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淘寶洗臉筋 淘寶洗臉筋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綠色的 綠色的包裝我扔了 這一款紫色我不會回購 但我會回購綠色的一包 綠色的就是這個樣子 它的棉是非常軟的 所以我會繼續回購這個 這是我用的第二包 每一包會有100張 然後到頭髮用品 這一套是同一套 洗頭水和護髮素 它們的牌子 我不知道是否叫 阿哈羅伯特的名字 大家認住這個樣子 千萬不要買 不會回購 它們是不好用的 洗頭水洗完整 頭髮好像很乾燥 護髮素我覺得真的沒有特別 我是在EON買的 如果你看到它的話 記得避開它 不要看它 不要被它的包裝吸引了 同系列它也有一個髮膜 我覺得這個中規中矩 我不會覺得它是沒有用 但也不會覺得它是好用到 令我覺得再買 接著就到Essential的 這個CC配下護髮液 又是一樣雞辣到 不能再雞辣的東西 完全想不到它是有什麼用 它塗了上去 跟沒有塗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也不會回購 然後就到一大堆 日泡ColorCon系列 我知道我欠了你們這條影片 是很久的 但是我真的嘗試過拍 也都想了很久 因為其實Corn帶上眼睛的效果 不是差太遠 所以我這段影片也要繼續籌備一會兒 我有留給大家 有些我留了一隻 我不知道我怎麼做到 是可以用剩一隻 有些我會留了最後一堆 所以這些盒子我都會保持 希望我可以得起心光拍這條影片給大家 這一款是我在韓國買完之後 最好用 我最喜歡 戴得最舒服 和最自然的一款 香港的PinkyCorn是可以賣的 298元一盒 其實跟韓國不相差太遠 韓國4萬元都要280元 所以有時候如果香港有九折 真的一樣價 所以我在香港也會繼續買來用 大家可以看看他們盒子的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4盒子 就不太特別 而且戴上去不算很漂亮 所以這4盒子 我是不會再回購的 我給一個近鏡大家看看 如果你們去到韓國也不需要買的 韓國Corn我還有這兩盒 就是在Lans Town買的 他們的樣子就是這樣的 這個Corn戴上眼睛的效果是蠻出的 特別是灰色其實蠻漂亮的 但是我覺得它不長時間 戴上眼睛都那麼舒服 我想大約5個小時 就已經開始有點乾和黏眼了 所以通常我都是拍片的時候才會戴 韓國買回來的Corn我用完之後 我就開始在香港PinkyCorn買這些日本Corn來用了 這個牌子就叫做IEDIT 超好用 我是很喜歡 覺得它們戴上去很舒服 也不算很貴 好像是$138一盒 然後買多幾盒是有折的 這款Corn有6隻顏色的 我6隻顏色都買了來試 所以最喜歡是1號色、2號色和6號色的 大家都可以試試 其實我的眼睛的情況是不好的 很多Corn戴上去都會覺得很乾 會移位、會動、會刮眼 而這款Corn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而日本Corn我還有這兩盒 其實這兩盒都很漂亮 效果是蠻出的 但也是我自己自身的問題 我覺得我的眼睛是有點高低不對稱的 所以如果帶一些太有效果 顏色很分明的Corn 我就會有一點點 一隻眼向上、一隻眼向下的感覺 就會很怪的 所以我會比較少帶這一種Corn 但其實它帶出來的效果是不錯的 亦都可以推薦給大家 它們帶上去的眼睛 是沒有I-Edit那麼舒服 但它也不會戴得很久之後 開始硬硬或太乾的問題 都可以的 最後還有這一款 這一款是Cellet Fairy的Corn 我對這款Corn已經沒有印象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沒有什麼特別 又不會很差 亦不會很好的一款Corn 這款不陌生就是日本的補充妝 我經常用的卸妝油 不會變的 回購到是繼續會買的 另外這款是去角質化妝水 其實這兩個如果不是補充妝 香港是可以買的 你去沙沙穿越應該會找到的 這個去角質化妝水 我都用了很多年 亦會繼續回購的 之後會有4支Bio Oil 其實很多人都問我濕襯的印是怎樣退 為什麼我塗了這麼多去巴膏 都不能退印的呢? 大家要想清楚去巴膏是去巴痕 不是去印的 如果你說去印的話 我都很推薦Bio Oil 我在iHerb買便宜過萬寧 或者一些水貨泡也挺多的 因為iHerb有時候有折 我就一直回購 我不可以說它們是非常神奇的去印神器 因為其實印都跟了我一段時間 而且我都是傷得很重的 所以才有那些印的 那時候大家都看過我的濕疹片 爛肉 所以我是需要一段日子 但我覺得塗了它們之後 對去印是真的有幫助的 所以我都會一直用 用到我覺得印淡到自己不覺得眼為止 然後就到這支Bio的卸妝水 我是絕對不會回購的 我的用後感是它又不是射得很乾淨 然後又有塵在臉上 下完妝之後 然後感覺是不良好 你是好像要重新射過妝 然後再洗臉才會安心 所以我就真的一般的 但是我很喜歡這些噴妝的設計 如果它是一個內容比較好的卸妝水 你說多好呢 然後無論是洗臉還是洗臉 我都是用手工選擇的 都是用同一塊的 整件事是不是很環保 就會是森林之家的有機羽木果修護鑑 這個我都用了三四塊 非常好用 然後它是嬰兒和大妻子都可以用的 裡面的成份是有人奶 雖然這個有點恐怖 你不知道在用哪一個人奶 但其實人奶的收護功效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後有乳木果、橄欖油、椰子油、椰子油、Castard Oil、Palm Oil、Jojoba Oil 所以它裡面的成份是非常非常非常天然的 我濕疹的時候用是絕對沒有刺激 我臉敏感的時候用也沒有任何不好的反應 所以我會一直繼續回購的 它也不算很貴 它是88元一塊 然後我一塊都用到半年左右 所以其實我覺得都蠻好用的 Tona除了之前那個去角色的補充妝之外 我還用完這兩支了 大家如果有看我的影片都知道我有多喜歡它們 這一支是HERA的CELL ESSENCE 是我用過的第五支?第六支? 我已經忘記了 是繼續會去回購的 只要我一天會去韓國 或者有朋友去韓國 我都會叫他們幫我買回來的 另一支影片都幫我拍了 就是CLAIRS的Supply Preparation Facial Toner 這一支我終於用完了 然後他們送給我那支 我有Giveaway送了出去 唯有我自己再買 之後精華呢 我已經用完整支後的鼻貼精華了 我會繼續回購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滋潤保養效果做得非常之好 你用完的時候皮膚又很有彈性 然後你長期用皮膚可以保持在一個非常高度的水平 它是令到皮膚穩定性超高的 所以就算它是一支很貴的 Serum 也好 我都會繼續買下去 暫時是沒有其他的 Serum 可以代替它 然後這一支是The Ordinary的透明質酸2% 和B5精華 我想大概是前年開始 The Ordinary這個牌子在加拿大推出 然後是蜂魔了全世界 我覺得大家都會被它的價錢和成份吸引了 因為大家以前買開透明質酸的產品 可能都要100-200元一支 或者300元都是這麼小的 而這個透明質酸和B5精華 我覺得它是很黏 很厚 很難吸收 它的保濕能力也沒有其他的B5精華 我是對整個品牌都暫時不會有回購的衝動 好了 暫時就分享到這裡 還有一大堆東西會在下集的時候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歡看這類型的分享 記得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lin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